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位大校由于体内能分泌一种分解酒精的酶 谦卑破倒 在苏联主场大发神威 将17名苏联将军全部撂倒从酒席上抬出去 本来想套路的俄罗斯人自然闹了个大魂眼 更是对此人钦佩不已 而原本的法则失效后 中国如愿以偿 不仅采购到苏尔鸡 后来更是引进了整个生产线 成为中国空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开启了中国空军第三代战斗机的大门 使得中国战斗机发展的步伐再次跟上了世界先进装备的水平 同时也大大促进了我国之后航空事业的发展